太陽花學運退場引發了藍綠內部調這個聲浪了 那麼民進黨率先由終生代開炮來營造團結的氣氛 國民黨昨天晚上的黨團大會呢 主席馬總統呢也是宣示全黨要檢討 尤其要傾聽年輕人的聲音 幕僚就馬上規劃明天馬將前進中研院跟青年開獎 但是呢馬上網友一聽到就上臉書號召說 大家進場的時候穿黑衣戴太陽花 當面給總統一場震撼教育 學運退場藍綠沒有贏家 民進黨幾乎終生代接班 國民黨也定調願貼願地 不如先把自己的鬍子掛乾淨 全黨上下都要面對問題來做檢討 深入的檢討包括我自己在內 例如這次學運所副露出來的 我們在網路文化 年輕世代關係的關切的問題 我們要怎麼樣來積極地面對 未來怎麼樣能夠抓住社會的脈動 跟年輕人的想法 馬總統17號和青年座談選擇的地點就是有學運搖籃 或者是學運帶藥庫之稱的中央研究院 那麼據說已經有學生在網路上號召要讓馬總統建設一下黑潮的力量 總統院長指導黃龍前進中體院 消息一出黑倒青臉書轉貼 要求道場同學要穿適當服飾 佩戴鮮艷花朵 還要記得聲援標語 太陽花黑潮 要給馬將一場震撼教育 學生摩拳擦掌 修基歐廷總統開講 儘管奔鄉走告 自治很重要 但依舊讓危安拉緊報 傳出中研院某位副院長建議 取消行程比較好 副方回應 目前還在喬 畢竟傾聽改革 說到要做到不能只因為怕嗆聲 那就跑掉 記得離婚教王政 台北採訪報導